有時候跟小孩子相處 你要有一點點就是理由 你要講出一個道理 比方說鄭伯伯 他都可能會給他的小孩房子 為什麼媽媽你不給我 或者是誰啊 那個邁叔叔也會給誰房子 為什麼你不給我 可是這個其實 現在有很多種方法 是你可以去跟小孩子溝通的 比方你可以跟孩子說 媽媽沒有什麼錢 那現在以防養老對不對 像我就會這樣做 像我就跟我女兒講說 以後媽媽就會用房子 來當我的養老金 然後我用了多少 到最後我比方說 比方他有剩下殘職 殘職你如果要這個房子 那其他的你自己繼續貸款 沒有的話那剩下的 你自己看著辦 因為我已經不在了 沒有 有一次 像我女兒就知道 我沒什麼錢 媽媽天天上通告 媽媽因為交來朋友 媽媽錢會到哪裡去 媽媽因為投機禮台 我們又沒開餐廳 對 你要買個房子 媽媽錢寄給迪叔叔了嗎 那你不要說 不要跟他等一下喔 有一次 我上車 然後去營昂回來 然後我就把乙醇 就丟在那個擋風玻璃那邊 他就說媽媽我可以看嗎 我說你看啊 你看啊 他一看 他就 他就愣住了這樣子 就十大萬嗎 沒有 你先罰 媽媽 二十幾 我們就只有二十幾萬 我說對啊 他就說 那要省一點 我說對 你要省一點 所以你看我剛剛講沒錯 Marine心中存疑了嘛 沒有這個表情 她是存疑的 存疑了嘛 我剛剛問的話 就是Marine想問的話 她就選怎麼只有二十幾萬 怎麼會只有二十幾萬 沒有 我就說 所以你就知道媽媽很辛苦 我就一個人在賺錢 你要吃 要住 要幹嘛 那哪來那麼多錢 所以你就知道 我們家的水位就這樣 那你要 因為他說那我 球鞋賣一點 我說對 我對Marine的了解 Marine不會花她媽媽錢 Marine將來是個很厲害 很會賺錢的女生 沒有 她其實 我覺得她的觀念 我覺得小冬瓜 剛剛其實說的一點 其實打中我的心 就是說從小孩子 其實都在看 她就說 因為我覺得這個 是我給她最大的資產 就是她會覺得說 我要 我不要靠別人 我如果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我要生活 要靠我自己 所以她想要變成 她其實將來也是 會是一個女強人 我覺得是 這個我覺得是 那是我給她的教育 至於媽媽媽會給她什麼 我已經跟她講了 我花光的 我會把那個房子拿來花 來養老 永遠可以講說 妳其實也算是個 節儉的女性 其實我非常非常節儉 那前去哪裡了 還是那個問題 前去哪裡了 定存 都在定存 都在定存 給她女兒看 所以 沒有 我有跟她講 我今天如果 Marine接下來就長大 長大她自己就會去上班 不過我永遠不用擔心 妳賺了錢 妳要勇於花錢 沒有 其實她的唯一有的 就是我給她買的保險 從零稅買到其他沒有的 那她賺分了 沒有啦 就沒有了 就這樣子 你們不要再挖了 妳知道她是一個小孩 妳不用太煩了 可是鄭大哥 剛剛講了一點 其實我覺得 我就這個女兒 再怎麼樣 以後 好的壞的 沒有 好的壞的 都她必須要承擔 可是有一個重點是 鄭大哥講到一點 讓我覺得 很有那個 就是心裡有壓力 因為到最後就是女婿的 那還得了 我一定把它花光 對 不行 就是女婿的 其實不是最慘 對 不是最慘 那最慘的是什麼 因為後來兩個又離婚 不是 我遇到過一個 我怎麼覺得 這是阿德老師 買一台車給女婿開 結果女婿載的是別的女生 不是妳的女兒 那更慘 對啊 沒有就是說 我就是說 其實不是在講妳 就是真正有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 輕輕輕 她存很多錢 她結果給了小孩 小孩以後呢 她不是就嫁了嗎 嫁了以後後來 就財產都給男生了 結果就離婚了 離婚了以後那個男生 就跟 又跟另外一個女生結婚 其實妳所有的錢 都是別人的 跟你無相關 所以看到羅姐這樣 我就會覺得說 羅姐這麼多錢 不是我們就好朋友 妳還是要記得 譬如說妳要去吃好 鄭大哥妳要記得 我們是好朋友 鄭大哥說妳要吃好料的時候 要揪一下 要揪一下 沒有我就覺得 羅姐留這麼多錢 我覺得她就是給我們 最大的啟發 跟老天爺給 其實每個人的故事 都是一面鏡子 她告訴你說 其實像我們有時候 急急營一直拚 像我一個朋友說 她最近去 就是她有唸金剛精 裡面有一句話 她講得不完整 那我也來不及查 她說就是意思就是說 人為了一輩子都在 都在為了那個掙錢 拚生死 拚生死不是說 跟人家在那邊拿錢 不是 是我們可能有時候 就是為了要賺錢 或什麼的 忘了照顧自己的身體 吃也沒好好吃 睡也沒好好睡 然後也不知道再拚什麼 然後最後 可能你沒有那個體力了 你可能拿那些錢開始 你要去買藥 去做醫療 其實你 中期生 你沒有好好的對待自己 這是很大的一個 我覺得給我一個 很大的啟發 所以 應該要好好把那些錢 那妳要實踐 妳打算怎麼花 妳有啟發妳要實踐 妳要怎麼花 沒有 我可能就先那個 就是 第一次發現妳辭窮 你知道嗎 現在很多年輕人 我也羨慕他們 他們賺了工資 就馬上去旅遊花掉了 我覺得這種择生觀 非常棒 可能就約朋友吃一吃 約大家去吃吃飯 然後聊聊天 有生之年 不要說再約 不然要馬上做 因為我到現在 還沒有吃過妳的 OK 待會兒就 我們待會兒就直接去 就念約啊 拿給我去 他就是講說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就是我就供妳到二十歲 然後你考上大學之後 現在民法改囉 十八歲中了 對 我就說我供妳到大學啦 就是你念大學 你考上了 請自己賺學費 我已經跟他講 他說他爸 我想要出國留學 我說妳去考工費 要不然你可以就是 我是不會幫妳付錢的 講是這樣講啦 沒有啦 真的啦 而且我們要灌輸小孩 就是我們沒有很有錢 可是妳現在 兩個兒子一人一間房子之後 還有剩耶 但未來會發展成什麼樣 不一樣 不知道 但是我必須說 我的心裡也是這樣想的